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這個 米家智慧攝影機 那這個跟我之前開箱的小方攝影機 價錢上面會比較貴 小方的話一個是665塊 那米家這個的話是995塊 兩個都是1080p 都是Full HD的畫質 那為什麼還要再買這個呢? 因為我發現小方攝影機啊 它的一些移動偵測的功能比較少 像我希望我在錄影的時候 有人進來他才拍 可以節省記憶體 那小方攝影機的話 雖然說有人進來可以偵測到 也會通知 但他只會傳十幾秒鐘的影片給你而已 而且他的錄影還是持續 就是說不管有沒有人在 他都必須要一直開始錄影才可以 這個是比較麻煩一點 你這樣你的記憶體就要放很大 就算你放32G 我試過大概8G 是錄一到一天多 那如果32G大概只有四五天而已 所以會比較麻煩 而且有人來他才錄有個好處 就是他會分段 你可以看到有錄影的那一段就可以了 那是小方攝影機沒有辦法這樣做 你如果要檢查影片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一直看一次看一次看 每一個時間都去看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我後來就買一個 這一個攝影機 因為我之前也用過小椅的攝影機 那我想他的設計應該是差不多的 小椅攝影機的軟體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之前我買小方的時候 我想說應該差不多 但是結果不太一樣 那這個針對移動偵測的部分的話 他還可以分成比較多的格數 他是說可以分成32格 就是在一個畫面裡面分成32格 那針對每一個來設定他的一個 真側的敏感度 這個功能我是覺得還蠻實用的 比如像可能家裡有穿簾 或是說門口有人 汽車過去的時候 我可以設定那個地方不要做錄影 結果人走進來的時候才需要錄影 這個功能我是覺得還蠻實用的 再來就是他針率是可以比較高 它可以到20 感覺上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畫質聽測試也是說比較好的 所以我才買了這個 那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他有2.4G和5G的雙頻WiFi 這個目前我用不到 我只有2.4G而已 所以就是還好啦 米家小米的話其實他還有另外一個 攝影機 他是叫做雲台版 米家智慧攝影機的雲台版 但是他這個攝影機他只有720P 可是好處是他會有一個平台 他是可以旋轉 可以選擇你想要角度 可是像我自己在做 我只是想要做一個 有人進來的時候需要做一個錄影 這個部分來講可能對我來講 旋轉是用不太到 但是如果說你可能家裡有小baby啊 或你要監測家裡狀況的時候 這個可能是還蠻需要的 OK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來做開箱吧 打開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的一個包裝設計 正面來講的話呢 就是只有一個圖片 然後下面寫著 米家智慧攝影機 這邊的話呢 他有寫他的一些功能 像雙頻WiFi啦 還有藍牙功能 對他藍牙功能就是說 他可以設定說 我的手機有開啟藍牙 那只要我進來的時候 他不會做錄影 只要我帶了這隻手機 藍牙功能打開 就不會做錄影 然後呢 紅外線夜市功能 這個應該都是基本的 網路儲存 他可以支援雲端儲存 或者是說你可能有小米的 無線機器台 你也可以把它存在 無線機器台的USB或隨身點裡面 那這邊就有一個米家的符號 那這邊的話有寫 他是1080的解析度 130度的大廣角 然後流暢度是20fps 晚上是15 寬動態 然後他的規格的部分 他用也是用5伏特的一個電源 5伏特電源其實很方便 因為如果說 你可能要拿到其他地方做錄影的時候 拿行動電源就可以做供電了 然後這邊小米台灣的小米公司貨 在小米公網上面買的 那這邊也是只有一個符號而已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吧 直接把它打開 OK 把它拿出來 好 拿出來了 咦 一個遠遠的 把它打開 那這邊有寫的話 你一開始 你要先安裝小米的 這套智能家庭這個APP Android或是iPhone都有啦 那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主機的本體 主機的本體 正面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好像不能拆下來 像之前小椅它是可以旋轉的 這個好像是固定的 不能拆 那這邊的話呢 會有一個QR Code 然後 角度的話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角度 這樣子 角度 然後左右就不能旋轉 像小方的話呢 它就可以左右去做旋轉 它這就是上下的一個角度 然後底座的部分 也沒有像小方一樣有做磁鐵 可以吸在金屬上面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配件還有什麼 那這邊的話 有它的說明書 安裝的一個說明書 那我想安裝應該都差不多了 這邊有個電壓器 電壓器的話 一樣喔 它這邊是Micro USB的接頭 一般的電壓器 電壓器上面的話就是 5V 2000A的一個電壓 這邊的話我們看一下機身的旁邊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Reset 鈕 然後下面有一個充電的頭 充電的頭 就是 電源線 一個電源線 這個應該是 LED燈吧 等一下再看一下 那這邊有一個記憶卡插槽 OK 很簡單 看一下說明書 說明書 說明書 好 這邊有寫了 剛剛那一個的話 是 麥克風 剛剛下面那個孔 是麥克風 所以電源線的旁邊是麥克風孔 那後面的話是喇叭 那我們現在就來接電源來做測試吧 OK 我們現在先打開 小米的 這個 APP 米家智慧的APP 我們已經下載完了 小米智能家庭 這套軟體 我們現在要新增我們的一個 鍵視器 我先把電源接上去 OK 現在電源接上去了 它在亮 它在亮 在亮 OK 接電源可能要等它一下 等它一段時間 等它跑完 支持5G赫茲無線網絡 它開始講話了 現在在等待連接 那我們就是從這邊按加 然後我們新增米家智慧攝影機 選這個項目 OK 我們已經聽到等待連接的一個信號 那我們就連上家裡的Wi-Fi 好 按下一步 OK 再來就是用這一個 條碼去掃 給機器掃描 OK 二維碼掃描成功 OK 那現在 掃描成功了 OK 我們掃描成功聽到了 然後 就是等它 完成就可以了 無線網絡連接成功 然後我用語音的方式 跟你講說 它現在做到哪一個步驟 好 所以 小米的裝置 我大概用過幾個 連接方式都差不多 所以 攝影機的部分 好 那這邊先站 帳號綁定成功 您可以開始使用了 OK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這個的話 我可能也是放在門口 OK 米家智慧攝影機 可以確定 好 這個我想要去取代 我們家裡的其他機器 好 現在開始體驗 OK 那一開始它會問 你有沒有要升級 我想先退出 先不要升級好了 統一繼續 OK 這樣子應該等一下畫面就會出來 好 它現在連進去了 而且時間自動幫你做好同步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現在拍出來的一個效果 這邊有一個金紗 看它效果怎麼樣 OK 金紗 畫質 其實它可以分啦 就是畫質的話 你可以用高解析 或是流暢或自動 現在應該是流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高解析看看 它的效果怎麼樣 欸 果然清晰很多 但是 網路的關係 變得有點慢 這個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OK 這邊的話呢 大概就是這樣子 開箱到這邊 有些人可以去購買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今天開箱到這邊 謝謝各位